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又回到智慧商务导论课程 本课程的内容为贷款篇 各位同学看完之前 网贷的风险与风险控管以后 失事啊不管是借款人初见人甚至是金融业者 对网贷的未来既期待又怕受到伤害 然后呢网贷的未来到底会有什么发展呢 就由本课程的单元来为各位同学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网贷的危机 制约中国网贷发展的原因 第一个是信用状况 还有第二个是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危机也是转机 然后呢加强信用平等与风险控管 帮助啊危险与小型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 在不断的创新跟突破中啊寻求发展 台湾P2P网贷行业的未来 台湾的P2P网贷行业啊正开始起步 主管机关的应对政策跟法律规范呢 也将会对影响未来台湾P2P网贷的发展趋势 若能有合适的配套措施 相信台湾的P2P网贷也能有很好的发展 当前需要成立P2P的行业协会 由协会啊颁布行业指南等制度 利用行业自律的方式进行监管 也是未来完善监管服务的一个方向 P2P网贷啊平台若能解决传统 直接金融的缺点 降低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 对投资人与借款人都能带来更大的效益 若能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加上严谨的风险控管机制 一定能在融资的直接金融管道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P2P网贷平台模式的扩展 它可以扩展为综合式的理财平台 创业投资 第三方理财机构 还有传统金融机构引进P2P网贷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看何谓综合式理财平台 它是集理财规划保险销售投资顾问等服务 于医生的综合性理财平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何谓创业投资 它引进入风险投资 专门满足创业者的资金需要 普通投资者可以和风险投资放在一起 将资金投入看好的项目 接下来是第三方理财机构 将借款人的借款项目打包 分割成标准化的理财传品销售 投资者购买这种理财商品后 相当于把资金分散到投资很多个传统的借款项目 这样子就可以分散风险了 然后接下来是传统金融机构引进P2P的网贷模式 金融机构引进类似P2P的网贷业者模式经营 提供中介与征信与保障旅约的角色 如此可使投资人更具信心 因为传统金融机构如银行 对投资人等于是说一个相当好的保证 小节 本单元了解网贷未来发展趋势与未来的展望 接下来本单元的回顾 我们本单元了解网贷的流程 接下来了解网贷的发展现况 然后了解网贷的营运模式 接下来了解网贷的影响 最后了解网贷的风险与风险控管 最后了解网贷的趋势与未来展望 本单元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